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维嘉的事情还没闹明白 何炯又在声势端 湖南卫视真是流年不利 身为综艺节目上的主持人 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还是应该有的 除了专业实力一定要过关之外 在品德方面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否则天天出现的一些公开场合肯定会影响其他人 一旦这些负面新闻过度曝光 必然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导致自己彻底退出主持界 最近一段时间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就接二连三深陷风波 让很多人都忍不住感慨湖南卫视 真是流年不利 先是外表看上去憨厚老实的前锋 居然被魔网红爆料负面新闻 而且还晒出了很多证据性的照片 甚至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 所以前锋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地 湖南卫视为了保证节目名声 已经跟前锋达成协议 对方主动退出节目主持人团队 这也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 这件事还没有正式尘埃落定 大家都在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不知道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 没想到如今李维加又因为广告代言的事情 招惹上了很大的风波 据了解 当时有媒体拍到大批民众包围了电视台 抗议大家都穿着白色T恤 背后有一个手写打字 所有的大字组合起来是李维加师的艺人 还有人现场哭诉李维加良心何在 希望对方还自己血汗钱 根据相关受害者的爆料来看 李维加所代言的茶饮公司快乐方城市老板跑路 公司被控欺骗加盟叶纸的血汗钱 而李维加被指明之是骗人公司还去代言 随着事情持续发酵 李维加也做出了相关回应 称之前就关注到了该品牌的相关舆情 从5月份开始就一直努力协调处理此事 没想到现在还是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并且因为此事占用公共资源 表示深深的歉意 除此之外 李维加还表示双方的合作期限是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但是早在6月1日就已经签订了解除协议 现在看来 李维加对这件事应该是早有了解 要不然也不会提前两个月解除合约 但是因为事情并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 所以导致大批民众上当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以后明星选择代言的时候还是应该小心谨慎 千万不要不了解对方的背景 就接下代言 这都是日后的隐患 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 更让人觉得想不到的是 李维加的事情还没弄明白 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 没想到现在何炯又贪上事了 疑似何炯父亲的品牌炯 炯爸爸加盟商拉起了维权横幅 控诉炯爸爸的明星效应 招商欺骗创业者 市场反应差频繁更换产品不停招商 可是售后却成了最大的问题 截止到目前为止 何炯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是这件事肯定会给何炯的行销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且已经有公众人物开始炮轰何炯 现在大家都想看看何炯会采取怎样的处理方式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做才能缓解目前这种情况呢 何炯深夜发文致歉 惹哭无数人 我们究竟多努力 才能过好一生 何老师又又又上热搜了 就在5月26日晚已近凌晨时 何老师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致歉 我没有资格点评表演 没有权利评论其他节目 也不应该表达模糊有可能误伤别人 这些我都会引以为戒 言辞懇切 甚至有些卑微 完全不像大家熟知自信阳光的样子 而事件的起因是他在一档节目中 聊起欧阳娜娜参加演技类节目后 被黑没有演技时 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气氛 没想到这莫名引起了众怒 就有了后来的深夜道歉 正当很多人不解识 评论区有位网友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夸奖的话可以脱口而出 诋毁的话要三思后航 的确 大家都习惯了看到何老师温声细语 对任何人和事都千千有理的样子 一旦有些许不同 随时都会朝至非议 在这里我真想说一句 一个人活着真的好难 何老师大家都很熟悉 从业二十多年以来 几乎没有过任何负面绯闻 会说话情伤又高 更重要的是时时刻刻能让人感觉到温暖 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忙着微博上给人送祝福 仿佛有个小本子把所有人的生日都记在上面 在录制快乐大本营时 他总能细心地照顾到每一位嘉宾 从来不插话 也不强化 在向往的生活中 他也总喜欢微笑着倾听嘉宾们的故事 每当需要解围时 又第一个站出来 甚至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人要有多谦卑 才愿意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这就是何炯 甘当绿叶 也愿牺牲自己 为别人解围 记得曾听一个朋友这样评价道 何炯的性格 更偏向于全面 将所有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把所有关系处理得滴水不漏 甚至有点不真实 的确 就像有句话说的 越繁华 越孤独 那一个个看起来完美的身影背后 都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酸 当你总是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 维护每一个人 却独独忘了好好爱自己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你付出的越多 越接近成功 别人越是接受不了一点瑕疵 会因为一件本就微不足道的事彻底翻脸 何老师所经历的 正是如此 也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 有时候真的不禁想问一句 我们究竟要多努力 才能过好一生 如果你经常关注网上的各种消息 就会发现 一个人要让所有人满意 真的太难太难了 前不久 张文宏医生就因为年入百万被骂上热搜了 还有中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也被泼了一身脏水 在有些人眼中 医生专家就应该是拿着微薄的工资 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不能和金钱有半点瓜葛的样子 可他们忘了 是谁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到第一线 为了无数人的健康不舍昼夜呕心沥血 还有那个刚生了孩子的网红peppy将 因为孩子随父性 被大骂独立女性人设崩塌 甚至说她走上了驴的道路 可仔细一想 身为优秀独立女性 并不代表孩子就一定要随母性啊 更何况子随父性 是中国多少年的传统了 名人有名人的不义 明星有明星的苦恼 我们普通人当然也不例外 兰州一名快递小哥 因为拒绝大妈不签字就取走快递 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外加砸了一拳 南京地铁站一名西装革履的小伙子 因陪客户喝酒太多贪坐在地上 一边呕吐一边流泪 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又无助 江西南昌 一女子带病赶公交上班 一路跌跌撞撞 摔倒载的又爬起来赶车 只为不被扣掉那三百元的全勤奖 不少人看着看着就哭了 因为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好不容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 走到现在 还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心底感慨了一万次做人真男 我也看到过很多成年人站在路中间 就那样站着哭 身后没有灯火 身前白雾茫茫 其实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是没有崩溃这个选项的 人这辈子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时刻 哪怕你拼尽全力 也会有种被无力感淹没的恐惧 在某个瞬间泪如雨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四岁丧富住猪圈 背风娘上大学的刘秀祥 她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告诉了我们生活最原本的真相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的梅花扑鼻香 是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时间会证明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既然不知道究竟要多努力 才能过好一生 不妨迈开步伐 笑对生活中所有的痛 去迎接光明的到来 最后 愿时间不复赶路人 愿你我一生坚定且温柔 快本的天要变 和酒货退居二线 杜海涛尚未成芒果台新宠 最新一期快乐大本营 已经正式跟观众们见面 本次除了何炯 李维嘉 杜海涛无心几位快乐家族的成员之外 还有快乐限定团成员丁诚心和鼓励纳扎 卫星嘉宾是许卫州 乔欣 肖敬腾和王强 这次节目的开场相当的有意思 包括何炯在内的其他九位明星一起上场 此时灯光突然亮起 杜海涛和一群舞者亮相 一起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秀 之后杜海涛全程主持了本期快乐大本营 包括一些流程等等都是杜海涛来主持 何炯则在一旁呼应 看到很多观众都是一头雾水 快乐大本营经营了这么多期 从来都是何炯当一番主持人 这么多年来几乎雷打不动 为什么在何炯还在的情况下 节目却让杜海涛来主持呢 这未免也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甚至有网友直言不讳地表示 何炯可能要退居二线 杜海涛将成为芒果台力捧的新宠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过来 何炯最近爆出的新闻实在是有点多 包括之前恋情的问题 还有最近其删除了自己微博的所有动态 这都是相当不正常的 为何炯的人设埋上了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何炯就会像其他的明星艺人一样 突然消失在娱乐圈 因此快乐大本营肯定要准备新的一番主持人 杜海涛在快乐大本营主持这么长时间 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 而本期快乐大本营 很有可能是节目组放出的一个讯号 提前练兵 让杜海涛在将来能够替代何炯的位置 成为快乐大本营的一番主持人 当然以上也只是个人猜测 这也许只是节目组心血来潮 又或者是何炯自己心生退役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的居安思维 至于到底是哪一种 那就真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要看节目主导后续安排 杜海涛也算是快乐家族的老成员了 曾经主持了很多快制人口的节目 除了快乐大本营 杜海涛还主持过声林奇境 摇啊笑啊乔等等 多起芒果台的综艺节目 主持经验相当丰富 从这次一番主持可以看得出来 杜海涛还是显得有些声色 有时候何炯不得不站出来为其救场 但是能够看得出杜海涛的决心 他是真的想将这期节目给主持好 给观众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只是不知道观众们会买账吗? 毕竟何炯才是快乐大本营真正的灵魂主持 杜海涛反而是节目食物链的最底层 经常被人调侃的对象 这么一位存在感比较低的人 成为快乐大本营一番主持 很多观众心中可能接受不能 但如果何炯真打算一直在快乐大本营带下去 节目组又怎么会力捧杜海涛呢? 很明显这里面有些猫腻 因此网友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再不久的将来快乐大本营可能真的要变天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